菲利克斯英超首秀在有限的时间内 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他的不求跑动 这次前插福洛姆左中后卫和左边翼卫的空间 还是恰到好处 利用个人能力突破 可惜门前的队友包超射门欠水准 他在这次从中圈附近的大范围的穿插跑动 也是利用了对手压上了边翼卫和后腰身后的这片盲区创造出来的 这个场景菲利克斯回撤到自己的半场 然后呢看了一下身后的防守队员 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假跑 然后再回撤去接球 看得出来菲利克斯非常习惯在几条线之间去接球要求 而且不断的在移动中观察 这个场景呢也是在对手的几个防守队员的中间去接球 加下了一下这个球没有给他 但是呢菲利克斯依旧还在不断的寻求下一个接球的空间 最后还是利用对手的边翼卫插上了这个身后的空间 跑出了一个坚硬点 菲利克斯的无球跑动呢非常轻描淡写啊 虽然呢他的同胞派利尼亚作为富罗姆的后腰 一直在去专注他去盯旁他 但是时不时呢也会忘记菲利克斯的存在 所以他之前那些轻描淡写的慢悠悠的移动呢 到最后经常还是会出现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拿袖的机会 像这种被震拿袖脚跟一颗呢 摆脱了对手的防守还穿了他一当 本场比赛菲利克斯是拿到了一张红牌 但是在此前的发挥呢还是比较出色的 可惜他确实有一点心急 在场上急于想来证明自己